春夏养肝除湿气不求人!按六个穴位输肝健脾,养血补气。 四季养生穴位。 春季宝干岸一岸太冲穴、风池穴、足三里穴。 苏干里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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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医认为,肝气旺于春季,故应当以养肝为主。 而肝气一舒畅,若其不畅,百病生于气,则人体的气血,今夜都会受到影响,因此生病。 此外,春天也醉夜患精神疾病,更应当调畅情治,疏通气血。 春季可每天按摩太冲血十至三十分钟。 按摩太冲血。 按摩太冲血,符合肝的特性,能使脏腹肢气舒畅,吊畅气血。 。 助长阳戏。 。 春季,阳气使生,万物得阳而生长。 。 中医有春夏阳阳之说,以助长自身的阳气。 。 应该早睡早起,人卧血归于肝,这样更利于养肝,同时,早起可以吸收阳气。 。 而头位主阳之会,养生论指出春三月,每朝梳头一二百下,瘦字高,梳头可以梳通头部气血,从而增强阳气的生发,增强抗病能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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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池疾风居住的地方,是胆经的穴位,按之可以助阳气和肝气。 按摩时,双手拇指按压于颈后的风池穴部位,每日轻轻按压10-30分钟。 3. 养肝健脾 3. 养肝健脾 中医有五行、五脏、五胃相对应的说法,肝在五行中属木,皮在五行中属土。 3. 养肝健脾 木门克土,即肝气旺盛会影响到脾胃,而气血的生化有赖于良好的脾胃功能,若气血不足,肝血就无意充氧,体质就会下降,容易受到疾病侵袭,故应该健脾胃。 春天应多吃甜,对应皮,的食物,以加强皮的功能,而要少吃酸,对应肝,的食物,避免肝火过往。 。 春季可每日按摩足三粒血10-30分钟,爱酒效果也很好。 。 预防感冒 。 。 春季气候忽冷忽热,应该适当地增减衣服,以防感冒。 。 多喝水,多吃鲜蛋,鱼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,以及含维生素较丰富的蔬菜等。 。 居住环境要注意通风,加强锻炼,增强体质,以提高自身免疫力。 。 太充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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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足背,第一、二 植骨间,植骨底结合布前方凹陷中,或触及动脉搏动 风驰穴 在颈后驱,枕骨之下,胸锁乳突击上端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 足三里学 位于小腿外侧,独鼻穴下三寸,独鼻穴与解析穴的连线上 夏季养心按一按百会学,阴灵泉学,印堂学 养心安神 既火旺,与心的功能相符,心主血脉,藏神,顾下应当养心 心者,君主之官,神明出焉,可见心为一身之主,丧福百孩都听命于心 气候炎热的季节 气候炎热的季节,人的心容易烦躁,即是这个原因 因此,夏季养心,可选取头部的特效穴位 例如百会学,又名三阳五会,每日按摩此学十至十五分钟,既可安神定制,又可行脑开窍 因为该穴位居于头上,可以提升阳气 防湿鞋 夏季多余,气候湿润,属湿之邪容易侵犯人体,组织经络 夏季应防止失血侵犯人体 五行中土可以磕水,而皮属土,可选皮经穴位进行按摩 因灵全血是皮经的合血,即皮经经气注入的部位,可以治疗皮虚,水湿补孕 夏季每日按摩此学十至十五分钟,既可充养人体气血,又可防止失邪心 护氧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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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氧� 夏天既要擅除阴凉以臂大热,又要避免过时冷饮,以防伤阳。 可以用中指点按印糖学,另外,每天用拇指和食指捏起眉间的皮肤稍向上拉100次左右,就能体会到一种发胀的感觉。 可以向两侧释放,之后就会感到头脑特别清醒,眼睛也特别亮。 预防腹泻 夏天由于酷暑难耐,很多人都将冷气温度掉得很低,或吃喝过多的冷饮,进而引起腹泻。治疗腹泻可以多用按摩的方法。 百会学 在头部,前发际线正中直上5寸处。 阴灵全学 在小腿内侧、颈骨内侧颗下缘与颈骨内侧缘之间的凹陷中。 印堂学 印堂学 在头部,两眉毛内侧端中间的凹陷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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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头部,两眉毛内侧端中间的凹陷中间的凹陷中又休息。